創意理財竟在運通 你好 歡迎收看熊財戰略 今天大盤大漲358點 果然跟我在節目上 之前跟大家講的說 這個行情我認為出現 破底翻的格局 今天出現了很明顯的破底翻 你看一下這個大盤 今天開高走高 現在還沒有看到 這個外資盤後的買賣超 但是我認為今天外資應該大買 好 外資大買 你看這個大盤 它今天是不是出現一個 破底翻的格局 這個地方本來是破底 你還記得嗎 還記得前幾天 這個盤在破底的時候 那個很多人跟你講說 這個行情完蛋了 對不對 說這個行情完蛋了 這個行情走空頭了 因為破底了 走空頭了 股票要全部出掉要放空 對吧 那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破底在做什麼動作 我說這個地方 我已經跟大家講得非常清楚 我說這個地方 它會讓你失去耐心 它會讓你喪失信心 它會讓你沒有決心 偏偏這三個就是贏家獲益的核心 那它怎麼樣讓你沒有耐心 怎麼樣讓你沒有信心 怎麼樣讓你沒有決心呢 就是這樣子嘛 就是這樣子啊 給你破底啊 給你破底啊 破底啊 先給你破底下去啊 破這個底部嘛 對不對 那我就跟大家講說 這邊應該會震盪 以後開始會往上漲 結果它這邊多跌一段 但是我認為這是多跌超跌的 這裡是在故意破底 為什麼這裡要故意破 為什麼說我說這裡是故意破底呢 因為你看這一天 我昨天跟大家講說美國股市 你看這個美國股市就知道了 你看美國納斯達 看這一天 這個美國納斯達在漲 所以國際股市是在漲的 但是你看我們台股這個地方 確定用國際股市漲的時候 給你灌破底 所以我跟你講說 這個盤有點故意啊 為什麼要破底 要讓你什麼 讓你沒有耐心 讓你沒有信心 讓你沒有決心 他把你的什麼 要把你的床法吸走 股票要大漲要怎麼大漲 他把你這邊坐在轎上的人 全部洗出去 怎麼樣洗出去 破底 用破底擊殺 然後大家看到 哇 老師破底了 你還在那邊看多 你還說這邊拉回要選擇一些呢 專注在強勢股 專注在成長股 專注在轉機股 你看今天我們的股票 全面的大獲全盛 所以我就跟你講過 為什麼贏家一定要有什麼 要有這個耐心跟信心跟決心 如果你沒有你看盤跌你就說跌 看盤漲你就看好 看盤跌你就看壞 我告訴你 百分之八九十人都是這樣子 所以都賺不到錢 是不是 你看我在做什麼動作 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講說 我在專注什麼 強勢股成長股轉機股 因為這些股票未來會創新高 對吧 那你看一下 我跟你講椅鼎 5289的椅鼎 揮達合作夥伴 我說這是屬於成長股 因為它明年EPS會大成長 對不對 它切入了智慧工廠領域 你看10月30號 漲12塊錢 10月31號漲5塊錢 今天11月2號再漲9塊 對不對 那你看今天大盤大漲了 很多人講說 很多人說老師今天大盤大漲了 那接下來會不會這樣 一度噴出上去 我跟你講要看股票 接下來會漲的股票有兩種 一種是反彈的股票 一種是回升的股票 你要買是買那個回升的股票 你不是要買去反彈的股票 反彈的股票你要撐一次反彈上去 做一個逢高來做一個減碼 做一個出場動作 做換股操作 那什麼是回升的股票 這種股票是回升的股票 這一種股票才有機會大漲 那反彈的股票呢 這什麼股票 大家都知道了AI股 我認為AI股基本上 是這一波的跌升反彈 因為它上面套的籌碼太凌亂了 太多人一直拉回一直買AI股 一直拉回一直買 一直想抄底 所以AI股的籌碼相對淋淡 那它這一次往下跌之後 我也跟大家講說 這個你不用做沙滴 它會反彈 所以你不要看人家講說 它在跌很多人跟你講說 這個AI股完蛋了要去放空 你看一空又空到跌點了 它就是破底它就反彈 破底它就反彈 我跟妳講過了 它基本上這個邏輯 趨勢都沒有改變 它就是破底反彈 破底反彈 所以它這一次破底 以後它又開始反彈了 那它是反彈上去你要賣 因為你沒有賣它又會拉回 那你又把資金換到什麼股票 換這種股票 那這什麼股票你來看一下 你看我們今天這個我們的身家 6732身家今天漲停板 對不對 這我們的抠訊 它為什麼今天能夠大漲 你看它的股價 這個是不是它是不是很明顯 它是一個強勢的股票 它拉回都沒有破底點 一路的墊高底部再往上面漲 對不對 那這一家公司做什麼 這家公司做光學感測晶片 手機的光學感測晶片 這個光學感測晶片 它用到什麼地方 它用在比如說 它會感測這個光 比如說你手機 如果接近到耳朵旁邊 它會把那個螢幕自動關閉 或者說你在強光底下 或者是光線比較不足的地方 它螢幕它會偵測到環境的光 然後它會增加它的強弱度的光源 所以這就是它做的產品 然後這個產品基本上 開始在用到一些高階的一個電 高階的手機上面 所以像這個產品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可以發現到它開始接到什麼 它開始接到韓國的訂單 還有接到中國大廠的訂單 這個訂單基本上 都在源源不絕地進來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它今年前三季已經賺9塊6毛錢了 果然我明年還會再持續往中做成長 那麼韓國它就接到什麼 三星大廠的訂單 所以中國是接OPPO跟小米的訂單 所以你看它接的單子 基本上都算是一個國際的大廠 所以它基本上它具有一個什麼 具有一個高技術的能力 而且這個光學感測晶片我認為是未來的什麼 未來手機的一個趨勢 因為它可以節能省電 它可以節能省電 未來每一個手機都會裝這個感測晶片 光感測晶片 你想想看手機有幾億支 所以它又接到最大單什麼大單 韓國的三星 它全世界市占率多少 還有中國的手機 所以像這種股票 它都能夠維持在一個強勢的整理的形態 而且領先先創新高 這種股票它能夠創新高 表示它走的不是反彈格局 它走的是回升的格局 而且你看它這一段 往上漲的過程裡面 你看融資都減掉了 所以我為什麼跟大家講說 AI股融資一直在增加 往下跌融資在增加 所以AI股基本上它反彈上去 碰到套到籌碼就下來了 但這種股票不一樣 它的籌碼是什麼 集中在一些大戶手上 集中在主力大戶手上 所以它股價就能夠強勢的 一直往上創新高 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我為什麼跟你講說 你要專注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些股票未來會創新高 而且它走的不是反彈格局 它很有可能走的是回升格局 未來大盤在震盪過程裡面 你可以發現到整個大盤今天 才開始做一個反彈上攻 它就已經先領先創新高了 你看它的股價走勢 你看它的股價走勢 就跟大盤走勢完全不一樣 是不是一路這樣創新高上去 這才是你要買的股票 這才是未來讓你能夠大賺的股票 另外你再看 我們另外一檔個股 六五三一的艾埔監野工掌定板 這兩個我之前就跟大家講過了 我說這家公司基本上 當時先找到400塊這個地方 到前坡高點我告訴你 這邊會做一個洗盤 所以它做一個拉回 然後最近盤式也不是很好 但是你看拉回基本上 都是碎部的小拉回 幅度幅度並不深 它是靠時間慢慢的拖慢慢拖 對不對拖到今天大盤開始穩定 它開始攻擊了 像這種個股我認為就是會創新高 因為這裡已經拉回 已經洗一次盤了 那拉回的過程裡面 它還把融資洗掉了 融資也洗出來了 因為很多人沒有信心 沒有耐心對不對 沒有決心 你看到大盤跌就開始害怕了 你看到大盤跌 你就開始不想做了 老是這個盤已經往下跌破底了 退出股市不安了 你看是不是很多人都這樣想 對不對 很多人想說這個行情已經破底了 不要玩了 結果你發現到 你不在這個地方破底的時候 去做縫低承接 今天我的股票漲低慢 你變成你都賺不到 我就跟你講過很清楚了嘛 這個行情根本就不是走空投 這個行情不是走空投 因為如果是走空投 我跟你講這個行情會這樣子 會直接這樣崩下去 會直接崩下去 他不需要再給你一個反彈上 他不需要說這個地方破底 這個地方是不是破底 破底再給你反彈 他不需要 他直接下去就好了 那這個地方不是也破底嗎 那破底又給你反彈 所以我跟你講說這裡破底 他又要反彈了 如果是走空投 他不需要破底反彈 破底反彈 破底反彈 不需要 他直接給你破底 就直接殺下去了啦 那他為什麼要破底反彈 破底反彈 因為這樣子就可以洗籌碼 受不了很多人受不了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你爆了AI股受不了啊 那我跟你講說我的股票會漲 你也不會相信啊 因為你看到大盤在跌啊 不是嗎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沒有逢低來跟我佈局 你賺得到嗎 對不對 那我昨天跟大家講 包括集團股 我告訴你這一次第四季 會有集團做上的行情 我跟你講非常清楚 尤其你要注意到聯電 那聯電這一波公事派 最強力做多的股票是系統 那很多人說 老師系統已經大漲了 大漲已經大斷了 但是我告訴你還沒漲完 你不要輕忽公事派做多的威力 你看以前那宏達電 那公事派他做多 從200塊拉到1000塊 對不對 那聯電這個集團很明顯的 他這一次就會拉系統 所以我昨天就跟你講過 這個是轉機題材 集團做帳 我說他會創新高 會挑戰創新高 昨天11月1號就跟你講 對不對 好 你看今天11月2號 先讓他掌停 對不對 是不是我跟你講 我專注在什麼 專注在強勢股成章股轉機股 是不是 因為他們會怎麼樣 他們會創新高 我說時間會證明一切 是不是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時間會證明一切 在股票還沒有創新高之前 大盤還沒有大盤之前 我跟你講你會懷疑 你會不相信很正常 我說那沒有關係 時間會證明一切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股票 即將創新高 可以來做布局的 這檔個股請你特別留意 這是最近的這個行情 在這檔個股還沒有創新高之前 可以來做布局的股票 它是一檔成長股 因為接下來PCB的車用的充電板 會從4到6成 會增加到6到8成 這是一個趨勢 這不會因為什麼大盤漲或大盤跌 它就改變了 我就跟你講過 這種基本面的東西 它不會每天變來變去 會變的是人的心裡在變化 在跌的時候都很恐懼 想要趕快殺 然後想要退出股市 然後覺得說行情不好玩 不要玩 不要做了 結果大盤 大家都不想做的時候 大盤開始破底翻 對不對 我們在逢低布局 我們大獲全勝 接下來像這種股票 如果說我之前跟你講的股票 一檔一檔創新高 你都還沒有布局 這檔個股你要趕快跟上腳步 因為在技術提升的過程裡面 它毛利也開始往上提升 所以這種個股 未來是要創新高的股票 這種成長股 它才有機會走回升 你現在要買回升的股票 你現在不是要買反彈的股票 回升的股票才有讓你機會賺三成 賺五成甚至挑戰一杯 反彈的股票只是跌升反彈而已 逃命波 反彈完以後可能還要再往下徹底 那什麼股票會出現回升 告訴你一定是走這種股票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告訴你 我專注在這些股票上面 因為這些股票它創新高 創新高叫什麼意思 創新高它代表沒有套的符合 你知道為什麼有些股票是反彈 因為它上面層層的套牢反彈 一彈上去多少人急著要解套 但是創新高股票代表什麼 它代表海闊天空 它代表沒有套的籌碼 主力想拉多少就拉多少 所以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要買這種股票 因為當股票創新高的時候 它就是沒有套勞符合 它就能夠大漲 跟上腳步 跟我們買進下一檔 未來要創新高的標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完廣告以後我們再回到現場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运達投顧真心照顧 运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运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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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知道會不會有蟲啊 想說你們老感情 要怎麼做呢 旬 土 青 露 要常常駿屎 我們家來家外的容器 比較多的地方 把那水清清的 倒掉的 濁水 還倒口 除水的容器 要記得蓋過 清毒 沒必要的容器 要分類火燒 最重要的 把那容器裡面 擦一擦 清毒 蟲子的兩 家裡家裡如果拼乾淨 蟲子就不代理啦 這樣才不會團結 那天高烈 既好天高烈 大家在一起拼 好 那這個地方 到底是一個反彈 還是反轉 是反彈還是反轉 我認為要看股票 那你要把呢 反彈的股票 換成反轉的股票 你要把反彈的股票 換成回升的股票 什麼是反彈的股票 也就是上面層層 套牢反壓的股票 這種股票 它未來很難創新高 它只是跌升反彈 那這種股票呢 它沒有大漲 沒有創新高的條件 那這種股票呢 你爆下來 爆上去你會爆下來 你看之前那AI股就這樣子 爆上去又爆下來 爆下來又爆上去 破底它給你反彈 反彈你覺得它要大漲 你又去搶 搶完又又破底 那破底你又害怕把它砍掉 砍掉它又反彈 它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反彈的格局嘛 那跌升會反彈嘛對不對 跌升總是會反彈嘛 但是反彈到壓力區 你要把它賣掉 你要換到什麼地方 翻到這種能夠創新高 能夠回升的股票 那這種股票一定是在強勢股 在轉機股 在成長股上面 所以後面這個行情呢 你要反敗為勝 加入我們這個方案 我會幫你做一個持股的調整 我會幫你把股票 放在未來能夠回升的股票 未來有機會漲三成五成 甚至挑戰波段利潤的股票 那這些股票呢 它上漲都沒有套到反壓 這些股票呢 業績不斷地在做成長 都是法人 都是大戶 都是主力最喜歡的股票 所以他們的股價都大漲小微 大漲小微 就像我跟你講的股票 你看 你看一下 你看 我跟你講這個中砂 我跟你講中砂講多久了 從9月底跟你講到11月 你看到沒有 跟你講這個會創新高 對不對 你會講說老師 今天就漲兩塊半而已 還好啊 好 那你看一下 他今天有沒有先看 先看他節目創新高 好 創新高對不對 好 你知不知道他從這裡漲上去漲多少 他漲五成了 你知道嗎 他漲五成了 為什麼他能夠漲五成 尤其是大盤 大盤這個地方是往下跌的 一大堆AI股往下跌得快腰斬 我跟你講要買什麼 要買未來會創新高股票漲五成 你覺得呢 你覺得你要不要換股 你覺得什麼股票還可以帶給你 真正的幸福跟快樂 你覺得呢 你現在有沒有看到 我跟你講會創新高的股票 有沒有創新高 我一路上有沒有告訴你 這些股票後面會漲 我並沒有因為大盤這邊 震來震去 洗來洗去 破底來破底去的 我都不斷地跟你講說這種股票會漲 會創新高 你買它就是會賺錢 跟我們家族會的朋友一樣 對不對 漲五成了 你看這個紅寶 我也跟你講這個會創新高 10月26號 10月27號漲兩塊 10月1號漲兩塊半 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這個持續看好 所以我跟你講過 基本上我就告訴你 我的股票跟其他股票不一樣 為什麼它股價會那麼強 為什麼我買的股票會這麼強 因為我專注在這些股票上面 我昨天也跟你講過了 我說要專注 要專注才會有成就 專注才會有成就 那一般的這個節目跟一般老師 基本上是看盤說故事 為什麼說看盤說故事 是跌的時候都告訴你 看壞 看保守 那今天漲了就開始要 開始看多了 就一直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這樣子 那你覺得這樣子 是不是像無頭昌一樣 這樣真的能夠賺錢嗎 你這樣子不如你自己操作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 也是這樣操作 看到跌就開始看壞 開始恐懼 開始害怕 那股票趕快出一出 對不對 我告訴你要逢低買進強勢股 逢低買進成長股 買進轉機股 我講的股票是不是都上去了 你現在看到是不是都上去了 這些是不是我事前告訴你會漲的股票 包括像森達哥第一口衛星進入成長期 你自己看 我都跟你講 我事前跟你講 有沒有因為大盤這麼喜來喜去 跟你講說我就馬上改變看法了 沒有嘛 我告訴你這個都會創新高嘛 我告訴你這個都會創新高嘛 這個都會創新高嘛 一檔股票你要怎麼樣去賺到它的大錢 你一定要去了解這個背後的產業 我就跟你講過 那現在這個大盤 大盤這邊做震盪洗盤的時候 為什麼跟你講說 大盤這個東西它是失徵的 為什麼說它失徵 因為大盤是由台積電 包括像鴻海或台塑 或一些金融股 它們綜合起來的指數 是大型股票 你看最近這個鴻海一直往下跌 它當然拖累整個大盤 台塑南亞跟金融股 基本也沒什麼大漲 所以大盤基本上 它是反映這種大型的全值股 但是你知不知道 台股還有另外一批股票 這些股票是屬於中小型的股票 這些中小型的股票 它如果背後它的成長性 它的業績性 它的題材性 它的轉機性都在裡面 這些股票根本不會甩大盤 根本就是還會持續地往上漲 跟大盤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你看我的股票 為什麼一檔一檔跟我創新高 跟大盤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我已經看到這個什麼 看到這個盲點了 所以我希望你也能看到 重點是我希望你也能賺到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 反敗為勝的專案 最後兩天把握這個機會 你要買反轉的股票 還是你要買反彈的股票 非常關鍵 未來你反敗為勝就靠這個 兩天加入我們的行列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天一 這麼多打扶庚 冬水就出賣刀 打拼不然為了賺錢 也為了眾人的吹刀 人家說越在地越國際 真正有用 五五四海四街灶 山丁海味吃濃濃 高雄的滋味或是放不掉 所以我們如果知道了 秋露照去的工 感情也會參加特別高 如果開了 我們都外國休息了 一杯就補立刀 今天大家開了 走一打扁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 成立於民國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東乾坤 想送就送 當自己的老闆 說得都不好很好聽 說風大 你怪提公佩啊 那一天我說適用期沒有勞保耶 又提自願離職 連治錢費也不想給我 單倍說砍就砍啊 這樣打怨的話 我又沒什麼錢 擔心拖很久